早期在十几二十年前的时候 你可能看到一台黑色的B&W 你可能会近而远之 近十年来 大家流行的一句话是 全带C300 加油加300之类的 有这么多的这种网路 或者是坊间流传的一些礼语 但时日今日 你喜欢操控 你喜欢热血 甚至于你更懂车 你可能会像德哥一样 你选择了品牌当中 最比较顶规的性能车款 就是M-Car 德哥终于期待到 你把你的M-Car 带到我们棚内了 这款M3真的 就像你说的很穿 应该这样讲 就是其实这一台M3 是我在1999年入行 第一次去IAA车展的时候 它还是概念车 那为什么我那时候就很喜欢它 你知道在刚入行的时候 其实只有三款NA引擎转速可以拉超过八千转 一台是法拉利360 一台是M3 另外一台是S2000 所以等于这些车呢 它除了转速拉超过八千转以外 它每公升的排气量马力比都超过一百匹 就是所谓的赛车引擎 那其实喜欢BMW 应该是小时候就喜欢啦 尤其你知道就像冠宇刚才提到的 那时候开BMW大概都是大哥啦 都是一趟手的 那你就会觉得开黑色BMW 感觉就很神秘 它有一种魅力 就是让你不敢去侵犯它 对 可是又想要看到底是谁 对 然后那时候我同学读书的时候 当然班上一定会有富二代 他最早买BMW 5系列 我好羡慕喔 尤其你看到那时候E34 你会觉得很帅 然后我陪我朋友去试E36的时候 我说真的我觉得这么俐落的操控 我看你不用试酒 你就是直线过弯的时候 光一个掉头 你就可以感受到 前置引擎后人驱动的魅力 而且就很想要拥有 就很想拥有 但是那时候我只有钱买星象 所以你只能把那个欲望给压制住 一直到多年以后 就好像你小时候很喜欢一个电影明星 你没办法卸过他 等他老了 你总算可以圆梦 你总等他老了之后 所以你现在拥有这一台指示 因为为了德哥你的圆梦计划 其实是因为我那时候想要去立 因为不能出国嘛 以前疫情前 我大概一两个月就去国外赛道 去感受手感 那你现在不能出国 你只能去立保啊 那我除了灰太郎以外 我后来买一台192M3 但是意外的那一台太新了 那时候我买才跑2万多 我不敢下赛道啊 后来我就想说那怎么办 后来就再找一台首排的46M3 但这一台呢 基本上我觉得就很有乐趣 首先我为什么开引擎盖 其实BMW是个很工程师导向的车厂 他那时候引擎是整个裸体给你看 你不觉得引擎盖看起来很漂亮 就是没有试盖哦 纯粹直列六杠就是这样 而且他是六喉直喷 3.2升的排气量 他马力可以到343P 而且可以拉到8000多转 就是你那种咆哮的声浪 你会随着那个四围管倾泄而出 让你觉得好像那个音频 扩散到天际 你就觉得很开心啊 就是爱那种声音 对 而且再来就是说 因为他的配重均衡50比50 BMW他在赛道上 他不会是最快的车 可是他是最有乐趣 为什么 因为很多MR或RR 拼出去了就出去了 他的临界点很低 容许值也很低 但是临界值算高啦 因为在赛道那种 就是你会觉得这个弯 他还可以承受侧向音率 然后继续push 你还可以继续加油 那BMW就是他告诉你 就是基本上 你要动态稳定系统关掉 否则你下赛道 就一直钝钝一直钝钝 你关掉以后 你会发现屁股开始外滑 他就是告诉你 他的极限 后轴的极限大概在这样 你要怎么样油门 去控制你的转向 然后在这个过程 修正的过程中 你就觉得很有乐趣 对 然后你的技巧还可以提升 我这一台呢 就是会让你觉得 基本上原本的M3 算是有战斗感 因为但是他还是从 146的基础去衍生而来 那等于就是提升了 他的像后面有拉杆 然后可以拉安全带 然后前面就是换 换成赛车衣 然后快排 那你就觉得在赛道上 他再加上避震器 跟刹车的调效 反应就比较快了 对你就会觉得整个感觉啦 我说的那个damp的感觉 有一点点像GT3那种 竞技的氛围 所以德哥你这台M3 是专门下赛道 专门下赛道 另外一台就是舍不得下赛道 舍不得下赛道 也有下过啦 但是就下一次而已 对 因为你就感觉 冬啊 烟啊 都要玩 你会稍微不敢啦 那其实说真的 我也是开玩笑啦 真的要下还是会下 只是说 有一台是专门准备 为下赛道而做准备 就不用那么多台车 因为包括轮胎 包括刹车 其实都还蛮 蛮消耗的 你是后来有升级一些什么地方吗 这台车等于包括像你现在看到的嘛 然后后面还有拉杆 待会可以给大家看 然后避震器现在是ORIS 然后我第一次下赛道的时候 它刹车是原厂的 大家可能会觉得原厂好像 其实很OK 我必须要讲原厂有一个水准 可是因为这台车也有点老了 它的原厂是双活塞的 过来它就稍微不动 而且就过热 我第一次下赛道 那时候只做到两分零五 它就过热 后来呢 我就想说那应该换个Brembo 可是问题来了 这台是2001年底出厂的 那时候你要买到新的Brembo 基本上也买不到 所以我就找一个车友 等于是跟他买 那买来的时候呢 我也没注意 就是他的刹车来令片太久 我上一次去跑整个车 大直线我想说 这次换Brembo 我可以拉比较后面再踩刹车 就总踩整个动不动 差点偏要拚 后来我就回来 可是轮圈就伤到 那后来保養场也很内疚 就是说他以为 还有一半的来令片够 可是一半是够没错 问题是他很久了 所以摘到整个车车 然后我现在又整个 重新再换新的 真的要下赛道啊 其实你很多的设定 你都要重新做挑战 所以我下礼拜还要再去挑战 就是要至少要做一个 你可以满意的成绩 德哥那我想知道 这一台你叫他什么 你有灰太郎吗 对 这一台叫他阿米 阿米 为什么 因为哇沙米的颜色 哇沙米 那你为什么直接叫他 哇沙米就好了 哇沙米又怪怪的 所以阿米 你就觉得有一种亲切 好像我叫阿米 他也会回应我 那另外一台九二叫阿宝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好像捡到宝 谢谢德哥 把他的阿米带来我们棚内 那下次希望你也可以把阿宝 也带来好不好 希望你能够做出更好的成绩 而且M Car 应该说M部门呢 成立到现在已经将近50周年了 超过了 因为他从1972年开始嘛 对刚好 刚好50 50哦 M部门已经50岁了 最近他们也有规划一些 一系列要庆典的活动 到底有哪些活动呢 没错其实对于M Power也好 或者是之前刚刚德哥讲到的M比安比哈 就是他是一个B&W的M部门赛车运动公司 只是他是这个比安比哈 他是德国奥地利那边的这个部门公司的说法 其实呢早在30年代就知道 他开始用这个名号来做很多的赛车的运动 那其实他在1970年代的时候 正式第一次推出这个logo 那明年2022年就适逢M部门 这个地表最强字母M的50周年纪念 那很特别的是呢 而B&W原厂决定要在 把他的经典的logo 他的这个背景这个名牌 能够回归到最新的市售车上面 新闻上讲应该是可以提供选配啦 可能接下来的M4啦M2啦 你都可以选择这个最经典的配色 那这个配色呢很多人可能知道 呃B&W M的这个配色就是蓝色 红色还有紫色 其实蓝色呢是B&W的本色 就是那个蓝白的那个蓝 那红色代表赛车 紫色是两个融合的一个意思 所以你可以看到1975年的B&W 3.0 CSL 就是很大名鼎鼎的用这样的一个彩绘 那新的logo呢 就是结合了过去这种传统的元素 把它包装在B&W logo上面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比较少有性能车 就比如说你说宾市的AMG好了 其实他还是一个三芒星吧 他的logo 比较少有性能车会专门为了特殊车型 而在厂徽上面做更换 比较常见到的 可能都是一些像油电车变蓝色的 那可能B&W的AE也是蓝色的 那比较少见的就是本田 Honda的Type R他的H会变成红色的嘛 对不对 对其实呃 他的象征性意义是非常的强 但是比较少有这样的操作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回归就是 你不只是喜欢这样的性能车这个品牌 而是对他的历史对他的呃经典在赛场上的这个地位 有有深刻的研究或记忆点的 你会喜欢在这种东西在你的新车上面 那当然明年呢 其实其实我觉得这这几年啦 大概从去年开始 M3M4回归之后新一代的车型 M部门其实动作我觉得比他的对手AMG多非常的多 那明年就算是他的50周年也是一个很大的庆典 所以很多的新车 包含是他的第一次出现M3的旅行车 M3Tour明年也会发表 那像是他的赛车M4GTS 甚至有要回归CSL名号的M4CSL 从GTS到CSL通通都会出现 所以我觉得明年真的就算买不起啦 这个M部门的可看度非常非常的高 车迷一定会很期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